朱晓雯 你的实习期提前结束 你被辞退了 大家过来一下 我说点事 请走 自媒号组用了一周的时间 做了一期试播 精神篇讨论 我们认为这个节目 可以继续往下推进下去 希望大家以后 可以积极配合 自媒号小组的工作 朱晓雯 你的实习期提前结束 你被辞退了 一会儿可以去财务那儿 领你的工资 为什么呀 我先声明一点啊 我对已婚女性 不存在任何偏见 只要你不影响工作 不违背原则 优传媒不限制 任何一个员工的婚姻自由 但是如果无法兼顾 家庭和工作的话 我认为 就不要出来浪费 宝贵的社会资源了 朱晓雯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吗 拍摄周期一共四天 她有三天早退 秦总 我觉得这中间 您可能有些误会 小文姐这两天 是因为临时出了一些状况 但是她每一天 都会提前去现场布置 她自己都把时间给补回来了 完全没有耽误工作进度 幽传媒没有为任何人修改过制度 以后也不会 秦总 朱晓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事情 在工作上出过半点的纰漏 试播级的完成 也能证明她的工作能力 其实外拍是个弹性作业 再加上我们以前的工作模式 是没有打卡环节 她有可能不太适应 能不能请人事部门 再给她一次机会 陆总也需要我解释 这么不专业的问题吗 机会不是想有就有的 如果每个人都要理解你 那你得平庸成什么样 优传媒的HR每天都会收到 上百份的工作简历 他们希望接受挑战 而苦欲没有机会 作为能够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的人 抱有感恩之心 才是对他们的尊重 人事部已经决定了 或许 你可以去更轻松的一些地方工作 秦总 小文姐是我见过最热爱工作的人 我们内部没有一个人对她有怨言 更没有谁觉得这个事公平不公平 再说了 我们能够按时按智地完成 说明我们合作默契 难道准时搭开 比热爱工作更值得提倡吗 制度有法可循 不服可以申诉 琳达 是你自己说 还是要我来说 这就是怎么了 河王 新奇选人的眼光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你们港勤职业操守培训是怎么做的 这种素质的员工 也能存活到现在 林达 你怎么了 林达你怎么了 你不怎么了 林达 你私自以公司的名义 给自己的网店打广告 假冒明星签名 对外出售签名照以及服装周边 午休期间多次在三十层影棚进行公开直播 我有什么遗漏的吗 如果给公司造成损失 刑事责任无可避免 不过好在他运气好 公司只是给予内部处分通告 即刻开除 陆总没有什么意见吧 我也不干了 我也辞职 潮元 陆总 这事你不用管 我跟大林子同生共死 你了不起什么呀 全世界就你们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吗 这种没人性的公司 只能培养出你这种工作机器 大林子 咱不干了 说说东西 走 自媒号还有要辞职的吗 没有的话继续工作 不忙 先做内部资源整合吧 人手不够的找我来调